那如果你是領新加坡的薪水 喝新麥克感覺應該跟喝水一樣 是嗎 等於四四折 我回台灣我一天變四條七條 新加坡人民平均薪之所得 我查一下我金呆 嗨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 許樓樓棍大觀園系列 我現在人在新加坡 可以看到後面的景金沙 酒店非常漂亮 旁邊還有魚尾獅 我之前來新加坡 拍了一系列在新加坡吃美食 然後讚嘆說 哇 新加坡的高消費 高經濟水準的影片 受到新加坡捧捧們 那裡的討論 他們就說哪有海莉 新加坡其實很便宜的 我覺得新加坡捧捧們 你們覺得我大驚小怪 是因為你們的收入 增低太高了 我想說我這次來新加坡 來比價一些是全球性的東西 像麥當勞的大薯 星巴克的可能某杯美食 就是全世界通用都有的品項 來比價說 新加坡的售價跟台灣的售價的差異 甚至我想說 還有一個是那個 海底牢 因為海底牢不是每次門口都會貼什麼 儲備幹部起薪多少錢 我來比價說 它在新加坡開的儲備幹部起薪 跟在台灣開的儲備幹部起薪的差異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是來到了 魚尾獅旁邊的 摩斯漢堡 老實說我知道是旁邊的胡椒鞋 但是他說要等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想說先吃個摩斯墊個味 好嗎 沒有什麼是台灣也有的啊 因為它其他的這個漢堡品 像品名有點不同 我先點一根 它是品名一模一樣的 單點就好 我記得在台灣買這個摩斯熱狗寶 沒有包成這樣耶 包裝會不會太好了 然後我今天買的這個摩斯熱狗寶 是4塊新幣 8%的稅有內排 換算成今天6月8號的匯率是91塊台幣 然後我查一下台灣官網的摩斯熱狗寶 是55塊台幣 我想先吃吃看 跟台灣的摩斯熱狗寶有沒有差異 手感大小是差不多 欸 可是這樣價差是差了 35塊耶 有差耶 35塊可以買一杯紅茶 加檸檬片耶 吃起來是一樣的 好吃 吃完摩斯也來到了國際連鎖星巴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來新加坡 一直來買一些台灣就買得到的東西 但是為了比價我還是要進去買 我今天要在新加坡的星巴克買大冰拿 這應該全世界各地都有吧 我們進去比價吧 這個新加坡紀念的保溫杯 還有魚尾獅的圖案 是43.9塊新幣 大概1000塊台幣 其實差不多耶 欸 沒錯 來新加坡不喝葉子嘴喝大冰拿 我想說來比價一下嘛 這個是Grande大杯的版本 在台灣這個Latte就是大冰拿 它賣的是賣135塊 7.8塊新幣韓8% 換算成金銘幣率台幣177.4 欸 台灣135 177.4 台灣是它的7 6折 現在去星巴克喝起來 都覺得更順口有沒有 像剛剛我們在摩斯點的那個摩斯熱狗堡 就打到6折 我覺得這個價差沒有我想像的大 所以如果你是領新加坡的薪水 喝星巴克感覺應該跟喝水一樣 是嗎 我想喝喝看有沒有差別 應該是不會有差 因為這種全球性的企業 他們都其實有統一配方 嗯 完全沒差呢 哈囉 我會想喝一個關英辣椒 跟寶寶嗎 沒有寶寶 它8%的水是內涵的 所以總共付了5塊9新幣 然後我查一下今天匯率 它是135.7塊台幣 然後同樣關英辣鐵 我查一下在台灣的價格 它是60塊 所以60除135.7 打了40折 16盎司 應該是比我們一般的大杯飲料 再小一點點的 所以是遠低於4折耶 我回台灣後我決定我一天要喝兩杯飲料 比較回本 135.7 欸 茶湯會寫 它是來自台灣的春水糖 我還不知道 然後其實我是說 微冰 微冰還是蠻多冰塊的 然後跟台灣的不同 就是它不是封口杯 它是這種咖啡的蓋子杯 所以要拿得很小心 如果你是這樣拿的話 就很有可能讓它 蓋子跟杯先分離 喔 奶味非常濃 但我覺得茶湯會喝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新加坡的油脂 然後思念台灣的手油飲的味道 買茶湯會 我覺得還原度蠻高的 當然價格好幾倍 但沒辦法 因為它原料從台灣運過來 我覺得成本也是在那啦 但至少是好喝的 再來我們比價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電打餅粉的 這個如果就是我們辦公室有 我每天可以吃這樣兩條 我覺得超好吃 然後我在新加坡的Seven 看到這樣一個包裝 它是賣3.45新幣 換算成台幣79.35 有點貴耶 我跟大家講 現在台灣Seven 這個賣38塊 我都覺得有點貴 這個79等於四四折 我回台灣我一天變四條幾條 就一樣都在Seven同路這樣購買 所以這個價格真的有差 其實這幾天在新加坡拍攝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感覺覺得說 其實這裡物價是真的高 所以我就特別查了一下說 新加坡人民平均薪資所得 我想說一定要有高所得 才能負擔這樣的高消費嗎 我查一下我驚呆 在2023年2月的時候 有個數字是說 台灣人民勞工的平均薪資 是來到45,044塊 45,000多其實是蠻高的喔 因為它是平均所得嘛 但是我查了一下在新加坡 2023年第一季 他們說他們的平均薪資是 7021塊新幣等於161483台幣 大約等於台灣平均薪資的四倍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合理耶 你看它所得我們四倍 結果它的那個物價很多 是可能還不到Double 所以其實在這裡 如果你是領新加坡的薪水 在這裡存錢好像更容易了 價值觀有點錯亂 可是它所得真的高太多了 16萬 你看新加坡行五天四夜 其實搞一個段落 我覺得每次來新加坡 都是對我一個文化 衝擊文化震撼 明明離台灣這麼近 一樣在亞洲 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包含說 它的街道真的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所有東西都井然有趣的 當然我們台灣也有另外 很多地方很幸福 但我覺得在新加坡 是讓我感到很安全的一個地方 真的很不錯 很適合在家人朋友 甚至長輩他們來玩 也不用多花費很多心力 然後是可以很安全 很自在有樂的一個地方 重點是中文也可以通 福建話 台語也可以通 所以真的是跟台灣的那個 有一些文化也蠻相似的 還不錯 然後飛機大概四個小時 就可以到達了 然後新加坡 張藝國際機場 也是一個景點 所以建議大家 就是下飛機後 或是你要搭返程的飛機 回去前 可以抓個兩三個小時 在這裡待一下 就我 它的這個Shopping Mall 有超多層樓 然後中間有這個 世界奇觀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 海莉 許老樓逛大觀園 破壞自己的價值觀 或是我們 曾廣見聞的影片 拜託幫我按個讚 或是你想看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主題 我都會拍好不好 然後每一次的留言 我都會看 我是海莉大家拜拜 又來到我們每個月一度的 會員感謝時間 我們這個八月 真的是過得轟轟烈烈 最瘋狂 好累 轟轟烈烈烈 最瘋狂 來 下面一位 好累 但也拍出了很多 我覺得很好看的影片 然後我們這個八月的觀看數 創新高 所以這是從頻道 創立到現在由於是以來最高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謝謝 在看這部影片的海瓜子們 還有我們的會員蓬蓬 許海黎跟許海膽們 在此唱名 感謝我們許海膽會員們 真的是謝謝你們的大力支持 讓我們的影片 越來越多人看 越來越多人喜歡 好不好 原老機虛海膽 Jordan Young Jeff Liao 還有憲哥跟Vencent 真的是非常謝謝你們 你們已經加入超過一年以上 給個讚 很不錯 再來呢 還有櫛瓜催 Jeff催 我跟大家講 每個月15號都有會員專屬直播 然後我就會準備很多禮物 像這一次我是準備了 從日本看歡愛的 おみやけ紀念品送給大家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會員 每個月15號晚上 我們的直播一起來同樂 再來還有ONE PEACE 豬豬也是謝謝你加入我們 許海膽會員這麼久 還有Jerry C Jeff Churl 窄窄英仔 跟安和路居民 Tobi Garry徐柯西 James Wu Kevin逢 Jerry J洪 你們幾個是不是比較不常來留言 不常來直播 我 爪 再來呢還有吳喜欣吳老師 他上次有得到 還有智瑤跟文姓 文姓就很常來留言 給你個讚 再來還有文斌 還有湖內亨居祥 還有柯尼賽克 也是謝謝你們 柯尼賽克 他只有在我們30萬訂閱那個直播上面 出來抖那個就消失了 我再也沒看過他 柯尼賽克 拜託出現 我很想你 好不好 常來留言 常來聊天嘛 然後還有小葉 忠哲 維唐路比 也是謝謝你們算是比較新的 許海膽 馬克黃 陳奕凱跟耀明 Sample跟無聊人生 無聊人生 上一次加入 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退了二家 因為他是他原本的主帳號 被老婆抓到 如果你老婆不同意 我覺得要尊重他 畢竟婚姻之路 好像比較重要 對 如果老婆不同意 你就拉著他一起來 看我們影片 不一定要加入會員 但如果你加入會員 我有收到你的心意 真的非常謝謝 也希望我下次抽到獎 送給你 你也可以給你老婆 一起來分享這些 不管是好吃的好玩的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許海麗頻道的會員 有許海玲會員 許海膽會員 然後裡面的內容物物超所值 保證值回票價好不好 歡迎大家加入